這期主要是受貿易戰友類所影響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曾跌超過700點 收市跌572點報23,932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跌從18點報2,604點 在美國買賣的港股月合證券 與本港收市比較造假個別發展 匯豐控補收市折合74.04元 比本港收市升9.9元 中二檔71.64元升9元 中國石油股份5.33元跌4先 中國海人石油11.21升3先 中國石油化工7.14元跌6先 騰訊控股402.94元跌2.86元 中仁壽21.27元跌1.8元 長和90.81元跌6.9元 港交鎖248.92元跌1.68元 元想集團3.97元跌6先 美國上月職位增長創半年以來的最少 首至差不多3個中期以來的最低 受到市場憂慮 美國和中國爆發貿易戰所影響 那其由當主要股市偏遠 受到市場憂慮 美國和中國貿易九分升級所影響 但公用股等防禦性股份 股份有買盤 減慢市場跌勢 美國國會債券價格上升 中美兩國萬力關係進一步緊張 和美股急跌 都促使資金流入債市避險 有消息說 內地網貸平台 美貸杭州金融信息服務公司 正是計劃上市 至少 呂 呂 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